病患上門植牙 术後醫師會開消炎止痛藥減緩疼痛 但為了因應缺藥潮 健保署10月將祭出新制 未來開藥單上面寫的不再是商品名稱 而是要改成成分名 當然啦 那個變成那個 可能那個軟體 電腦的軟體可能要做一些修正 藥品在電腦裡 系統名稱通通得刪改 開藥時腦袋偶爾當機 最怕和病患解釋成分用途 他們母沙沙反倒身高一病的 緊張關係 是會接受醫師建議 因為我們來看 也是新的醫師才會來看 就是學的都是藥理上的成分 所以它那個名稱 應該是沒什麼關係 比較能夠大眾能夠理解的方式 健保署分段示範 由牙科先開跑 看準的是用藥相對單純 以最常見消炎止痛劑來說 藥局唾手可得的蒙德沙凝膠 處方前未來變成阿牧西林 止痛劑利亭騰要改成分學名 布洛芬 或者是疾病的 比如說有癌症的患者 他在做一些手術 他可能他必須要用他的這個 指定這個藥 所以醫院的部分可能就 可能現在目前還沒辦法去 做這樣的更換 然後那個診所大部分大概都是 一些消炎止痛的 或許這個大概就是 比較可以有替代的 小病套用心智問題不大 但就怕癌症特殊疾病 可能牽一髮動全身 不過心智並非只有台灣上路 美國一年開立64億張處方簽 全列成分名一年省下的藥費 高達3730億美金 台灣若想效仿替健保省藥費 醫生病患恐怕都還有一段適應期 靜新聞這麼倒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靜好新聞 今日事頂上路 而為佛 決断